2016年12月2日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峰会 在休斯顿Gallerya Westin酒店隆重举办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峰会 2016年年会及颁奖典礼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官员 重要会员单位代表 及当地合作伙伴 美国中国总商会 及其各个峰会代表 美国地区知名企业代表 各大商业团体的代表 中美关系友好人士等 200余名嘉宾出席了此次年会 本次年会是休斯顿商会的 第一届年会 旨在搭建中美企业交流平台 沟通信息 表扬年度优秀会员企业 进一步发展会员为主题 休斯顿商会会长 忠实由国际关系美洲有限公司 总经理李少林先生 诚挚欢迎各位嘉宾到场 并至开场词 他介绍说 美国中国总商会休斯顿峰会 是美国南部八州 及波多黎哥各邦中资企业的 联合非盈利组织 旨在为来美南投资的 中资企业提供服务 美南地区现有中资企业 220家 投资上亿美元 创造就业岗位5000余个 其中67家中资企业 已经成为休斯顿商会会员 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 中国银行 美国地区行长 徐晨先生 致欢迎此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李强民总领事 发表了主旨演讲 李总领事 对美南地区中资企业 为促进中美贸易关系发展 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和休斯顿中资企业商业的工作 表明肯定 希望美国中国企业总商会 休斯顿分会 各中资企业和伙伴企业 在2017年取得更大的成绩 美国国会议员 Al Green 从机场赶来 对休斯顿商会 促进美中商贸良性发展 给予高度赞扬和肯定 德州州议员吴元芝 也派代表发来贺信 年会上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 刘洪梅副总领事 周振成参赞 为两家企业 在2016年度取得辉煌业绩 并对中美经贸关系 以及休斯顿商会 做出的突出贡献的两家会员 颁发了年度会员奖 获奖单位为中国实话 美洲公司的高级顾问 和椰子公司副总裁 分别代表其公司 接受该奖项 亚协休斯顿总裁 邦纳靠女士 为2016年 对当地社区 做出贡献的会员 颁发了年度社区贡献奖 天津钢管的项目经理 李建香先生 代表其公司 接受了该奖项 休斯顿亚裔商会 董事会主席 赵紫云先生 为2016年度发展迅速的会员 授予人和质本 美国有限公司副总裁 蓝钦城先生 代表其公司 接受了该奖项 同时 本次年会还表彰了 永安会计事务所 休斯顿商会财务长 玉皇化工 美国公司 姚超梁先生 为该公司颁发了 年度特别贡献奖 以及感谢其对 2016年度商会 各项活动予以的大力支持 永安会计事务所合作人 布朗克克里夫先生 代表其公司领奖 晚宴后 年会进行了抽奖环节 奖品分别为 海信75寸电视两台 国航休斯顿北京往返机票两张 国台酒两瓶 所有奖品 竟由商会会员单位赞助支持 请不吝点赞助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